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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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在我们的缆虫锅里 我后面再歪那个鞋点 是与其的 周星已经疯了 好难录不下去了 12月26日 大歌中心2023年度音乐报告发布 歌手周深在2023年度 在音乐上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荣获五大奖项 分别是2023年度最佳男歌手 2023年度CMC推荐歌手 2023年度榜单冠军单曲 2023年度十大金曲 2023年度百首作品 恭喜周深实至名归 2023又是腾飞的一年 歌曲舞台不断屡创佳季 周深昨晚现身河南洛阳 拍摄河南卫视春晚节目 有网友在洛阳应天门 遇到了一直不敢相信 叫了一声是周深吧 周深回应了他 这位网友激动的都要哭了 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能遇见周深 据网友说 周深现场录制的歌曲是 若思念变思念 期待河南卫视春晚的舞台 周深真的是太忙了 到处飞 年底有六台跨年晚会的舞台 就在昨天小破站连发多条微博 官宣预热跨年晚会 发文说 阿B将为我们的五年 全情劳模 人间小百灵王子殿下周深送上 景奇一面 感谢每一年跨年夜的动听歌声相伴 新的一年也要天天开心哦 景奇上面写着 全情劳模周星星 王子殿下请开心 小破站是懂粉丝的 周深也说 这是人生收到的第一个景奇 那就祝全情劳模 王子殿下周星星天天开心吧 哇 我人生收到了第一个景奇 全情劳模周星星 王子殿下请开心 哈哈哈哈 你站真实力 有前后比音家运的 你娘娘娘娘 阿B等着你哦 小编前面剧透过 今年周深在小破站录制了三首歌 分别是Unstamble 千灯之约 浮光 舞台都极其惊艳 一己期待吧 另外周深将在12月28日晚 直播的2024抖音跨年晚会 上演唱三首歌曲 冬天的秘密 借梦 风的季节 小编前面说过 借梦可能会成为 己若梦后的另一个出圈爆款 也许从这里开始 借梦的齿轮就真正开始转动了 而冬天的秘密 因孟子异对周深的深度采访 而又一次爆火 周传修老师在演唱会也cue了两位 风的季节 继敢爱敢做后又一首粤语歌翻唱 小破绽的钱的之约 和小斗的冬天的秘密 只能说两家真的是懂流量密码的 然后23号录制的北京跨年也有三首歌 《若梦》 乌兰巴托的夜和儿歌串烧 当时流着在你眼眸 一边遗忘 一边平藏 乌兰巴托的夜和儿歌 南无哈 南无哈 歌儿轻轻唱 风儿轻轻吹 江苏卫视跨年灯火里的中国 大湾曲音乐会人间星河 还有江苏卫视跨年直播 曲目未知 期待也是三首 六平台至少12个曲目 这么多密集的舞台输出 又将会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跨年夜 大家很很期待吧 解锁新愿景 踏上新征程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2024年我要多多拓展自己的技能 多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舞台 多多唱歌给大家 陪伴大家每一天 那在这里呢 也祝愿大家在2024年能够事事顺利 天天开心 所有的心愿全部都实现 12月31日19点30分 锁定北京卫视 北京时间 我们一起相约 北京卫视跨年夜 我们一起去向新年吧 你是艺人还是爱人 我当然是爱人啊 我这么明显的是爱人 好谢谢 新年快乐 谢谢 新年快乐 你突然听到一首歌 你可能会忘记里面具体的一些剧情 但你永远会记得它男女主的爱恨纠葛呀 或者是投射到你自己心里的那些故事 而且我自己是个很喜欢看剧的人 所以我一直就觉得 你自己看剧说 这首歌是我唱的 不会这么傻的吧 我还有一首我特别喜欢的OST 走过一圈圈年轮 我生日 谢谢 向新时走风春 谢谢 谢谢 你妈妈是我的自尊 带过来 对 宣歌升歌的 很开心参加这次 我是歌手第三季 那个 就是声歌是我们女队 给他起的名 然后都管他叫声歌 他这个在抖 觉得他特别出其不意 因为他是一个具有特殊的 声带结构的一个孩子 老师快点说 这孩子快不行了 要抠不住了 说假声南高音 是所有南高音 这个系统里面的宝贝 宝贝 对的 宝藏男孩 我觉得更难题 请深深和龙龙 点评韩红老师今天的演唱 杯子上 杯子上来 他们需要洗杯子 观众朋友们 杯子还干净吗 不求地久天长 只求在身旁 累了醉到温如下 轻轻地翻唱 我眼睛一声一声来将你补鸟 我将你补鸟 只期盼你 听出流转的磨火 请自欲望 无限爱与悲哀的力量 当我能安心在脱底下 静静地幻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